Hello 這裡是987人台FM98.1 歡迎收聽今天的汽車俱樂部 我是主持人龐德 我們這個節目每禮拜天下午 從6點到8點在這個頻道為你播出 只要是跟汽車跟交通相關的話題 都會為你做很詳細的報告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油價 真的是非常戲劇性的 你要看一次調到有一塊以上的機會 還真的是不多 前兩天就看到電視上好像有跑馬 有提到說好像是伊朗吧 也加入了這個產油的行列 就是以前可能有些禁令的問題 他們的油不能夠供應到國際市場 那現在這個禁令解除了 那本來油價就已經是在非常低檔的徘徊 然後產油國呢他們不願意減產 所以產量過大 即使是冬天應該是需要比較多的能源來使用 但是油價一直往下走 結果在這個捷骨眼呢又多了一個 這個增加了一個原來被禁運的一個產油國 然後想那這一週應該有調降的機會 而且看有些分析師 國際的分析師 甚至呢可能認為有望 一桶會跌到美元20塊以下 都開始在喊 那麼中友已經宣布 待會零點開始 七彩油每公升 渴望調降新台幣1塊1 調整後95000是18塊4 95000是19塊9 985000是21塊9 超彩每公升15塊9 這真的是這種價錢呢 真的是大家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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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感受到的價格了 這約莫是這個學生時代的時候 好像印象就是一公升十幾塊 不過不然怎麼樣啦 已經看到有這個一些工藝的宣傳 說即使很便宜呢 大家還是要這個珍惜能源啦 因為能源的使用呢 第一個是這是一個不可回復的能源嘛 用完就沒了 二方面呢 你在燃燒這種所謂的Facial Oil 這種石化化石燃料的時候呢 一定會產生一些不好的一些 有毒物質嘛 那之前提到這個福斯喔 這個柴油引擎的作弊事件喔 那當然這一週又有最新的一個進展 就是我們的環保署呢 也已經通過了福斯呢 對於我們國內的一個所謂的召回計劃 已經通過就是說你提出來的在國內 這18000多輛的車款的召回計劃呢 環保署是據報導是說呢 邀集的專家及行政院消保署代表組成的審查小組 審核呢 修正通過了奧迪福斯公司所提出的召回計劃 那預計呢是在農曆年後啊 也是三月份會開始分階段的召回這18798輛的受影響的車輛 那另外不同受影響車款召回時間的期限不同 預計呢每輛車改正的時間是30分鐘至1個小時 要幹什麼呢 這部分之前也跟各位報告過了 主要是說呢要進行更新軟體 這個是完全意料中的事情 與加裝氣流轉換裝置 那什麼叫氣流轉換裝置啊 那據這個報導上是寫說呢 在這個進氣的部分 進氣的部分 要加裝了一個類似增加渦流 渦流啊 空氣本來就順順的進來嘛 那你可能透過一些類似好像裸槳啊 那一種東西啊 讓這空氣經過它的時候會產生一個氣旋啊 旋轉 這樣子能夠預期會讓它的流量劑啊 有更精準的感應 使得這個燃燒呢能夠更完全 反正這報導是這麼寫的 那其實這個所謂的流量劑啊 是這樣子 其實早期的流量劑呢 這約莫大概十幾二十年前啊 也就是說所謂的電子噴射系統 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呢 這個流量劑呢是一個機械式的 它就是在進氣管內 中間有射 中間就射了一個所謂的流量劑 那這個流量劑呢 裡面就是一個板子 這個板子呢 它是用一個彈簧啊 它彈簧可以被推開嘛 這彈簧在軸心呢 去讓這個板子呢 有一個回彈的力量 那如果說沒有空氣去吹它 沒有氣流吹它的時候呢 它就回彈嘛 就彈就是關到關起來 就是關到十點就關起來 就把這一個這個氣管的這個通道呢 給它關起來 但是因為它關的力量不大 它是一個彈簧 彈簧去關它而已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有氣流進來的時候呢 你氣流就會把這一個用彈簧呢 給它頂住的這樣的一個板子 給它推開來 那空氣越強就推的越開 空氣越小就推的這個角度越小 這很容易想像嘛 所以依照這個流量劑的這個板子 被推開的角度大小 來判定說呢 進氣的量有多少 這很容易了解嘛對不對 那當然一方面這個機械式的東西 總是比較容易故障嘛對不對 那你這樣動來動去彈簧被斷掉啊 這個軸心磨損的時候呢 這個氣板啊 跟旁邊這個走道是不是會有接觸啊 所以早期的這一種流量劑常常故障啊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板子總是一個主力嘛對不對 尤其是在中段 就是氣量不大不小的時候 這個這個開度喔 板子被推開一半 又少一點又多一點 這對空氣是個主力 所以影響引擎這個吸氣效率啦 所以後來呢就把這個東西呢 改變成呢 在這個一樣是這個進氣的氣道內 沒有板子這個主角物了 它沒有擋住 擋住就是不好對不對 而是在呢 這一個流量劑啊 就是這氣管裡頭呢 設置很細的一個 類似燈泡裡面這種烏絲啊 我們家裡這個魯素燈泡 大家都看到裡面是一個 一個這個電熱絲嘛 很細的絲 然後通電的時候呢 因為它電阻很大 那你電流大 要經過這個電阻高的地方呢 它就會發熱嘛對不對 那發熱發光 這就是魯素燈泡 那同樣的道理呢 你在這個流量劑裡面 就設一個這樣的一個很細的絲 那這個細絲呢 那幾乎是沒有任何空氣的主力的 但是呢 你這個細絲上通電以後 它會發熱跟電燈泡是一樣的 那發熱之後呢 就可以散熱啊 那一樣的道理 你今天空氣吹進來的時候 你空氣越大 就散熱散熱越好嘛 那空氣越小 就散熱散熱越差 那剛好呢 這一個這個電熱絲啊 它的散熱的程度 就會影響呢 它這個電流通過的這個量 那依照這個電流通過的量大小 又可以去跟空氣 進氣量的大小 完全呈現一個正比 所以依照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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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組織的改變喔 又可以知道說空氣量的多少是如何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像喔 今天這個流量劑啊 它要感應 它要感應這已經經過這個實驗嘛 我這個燈絲在裡頭 在多少溫度到多少溫度怎麼樣變化 在這樣的一個多多麼大的一個這個直徑的一個風管內 它的單位流速應該多少是算出來的 那它有沒有被旋轉啊 這個東西對於這個流量劑的這個準確度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喔 唉我也不能說一定沒有啦 人家是福斯耶 人家是全球大車廠 一定有它的道理喔 只是這個東西 嗯是不是真的透過這樣子 好就能夠所謂的改善這個流量劑的準度 或者是說呢能夠讓這個進氣的效率更完善 這個如果說車廠就是它說了就算嘛 除非我們環保署不同意對不對 但是我們環保署是同意了 好但是光軟體修正我之前就講 我是絕對不相信是有效的 因為如果說軟體更新就可以有效的話呢 那之前為什麼要作弊 好要作弊一定就是說呢 它必須透過這樣的一個作弊之後呢 才能夠達到受策跟實際跑的時候呢 好這個有有一個這個很大的差異 要不然的話呢差異不大好 那受策就不會過嘛 所以軟體更新我個人是持非常保留的態度 那你加上這個所謂的氣流轉換裝置喔 有沒有效呢 那是不是福斯說了算呢 好這本來是我很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現在這個環保署是講啊 現在已經通過了嘛 就讓你執行吧 大概這個三月就開始做這個事情 那麼環保署也提到說呢 針對呢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完成改正的車輛 環保署將會進行驗證測試 以確認該改正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一個 流量機前的一個所謂的氣流轉換裝置 跟軟體更正這個動作做完的車子呢 要做實驗 怎麼實驗呢 好據環保署說呢 因為福斯它一共是有四款 好有問題的車輛 預計呢每一款會抽測 好抽的喔 好抽測喔 那不是讓你自己去準備送驗車 抽測看起來還不錯 抽測兩部車輛 如果抽測的結果差距太大 比如說兩部喔 有一部是這個我假設 有一部是7倍 有一部是40倍 我是差很多嘛 如果有一部是7倍 另外一部是8倍 那就差不多嘛 好會在這個如果說抽這個差距太大的話 不排除再多測幾台車了 好啊那如果說測出來不行的話 會怎麼樣呢 我們再往下看 好貓鼠說呢 如果呢福斯啊 沒有在規定時限內完成改正召回 好將一位召回改正的量數 按每量數罰款10萬元 就是說你這些已經賣出去的車子 你還非得叫這些車主回來 這個好好的改正喔 沒有改正要罰錢耶 但是罰錢應該是罰 罰車廠應該不是罰車主啊 車主不用擔心啊 但是那這個時候車主 似乎成了這一個 福斯會不會被罰錢 這一個關鍵的這個keyman 那據了解福斯目前已經聯絡了這一些 這18000多輛車主裡面的85%的車主 另外福斯的召回計畫原本呢 預計明年7月份才會完成所有的車輛召回 那審查委員呢 要求在這個6月底前 就要完成這個動作 那麼這是指說 如果沒有回來參加召回的車子 到實現之後呢 每一台罰10萬元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 那這些一個回來接受召回改正的車輛 如果到時候抽策出來發現效果不髒 那要怎麼辦呢 因為去年我們就講過嘛 當時我們的環保這個環保署的官員講啊 這個雖然說是有點問題喔 覺得怪怪的 但是呢 國內並無所謂的這個實際在路上跑的一個動態的一個排放標準 所以也無法可罰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依照這種想法來看的話 那今天福斯他願意啊 願意召回 欸好像還算是他有一點釋出善意喔 雖然說這是非常可惡的事情啊 代表就是你 那你就無法可管啊 你就已經講說這個不違規嘛 但是呢他還願意召回 欸似乎這個還算他是這個佛性來的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本末倒置的事情 所以我是呼籲喔 這個召回更正是一回事啦 那有沒有效到現在其實也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尤其是現在選舉過了喔 我們也有新的國會喔 那麼新的一個政府 我非常的呼籲喔 這一些個民意代表喔 能夠很正視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去年這個還沒有報導現在這樣的一個 目前這樣召回計劃的時候呢 就已經很多環保團體呢 到一些這個政府單位去做一些抗議啊 但是感覺上都是蠻零星的喔 沒有引起很大的回想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也能夠發動這個民意喔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事情呢 就是當時環保署假 但我不斷地討侃他們 但是就是以他們依法行政來講 不然他能怎樣呢 那就法真的就沒有嘛 沒有規定動態那怎麼辦呢 那那希望能夠在一方面現在服侍在進行 這樣的一個召回動作 然後呢有沒有效不知道 大家都在看 那一方面呢 也希望我們的國會能夠儘速的 能夠爭定 先可能從行政法開始 然後再進入國會 國會 盡快地去增列這個所謂動態的 動態的一個這個排放的一個標準 也不要說國外都沒有 國外沒有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跟著人家這屁股走嗎 真的不要這麼沒有guts 這是我非常呼籲的一件事情 好再來也是一個跟這個排放有關的 大家知道旁的對這個 氣機車的不管排放 或者是這個改這個排氣管造成噪音 我個人是非常的感冒的 那麼台灣目前有這個機車的總數 約莫是一萬三千七十萬輛 不是喔 再講一次喔 一千三百七十萬輛 非常的可怕 那麼機車呢 都集中在六都 新北市的機車數最多 那除了六都之外呢 這個彰化跟屏東縣最多 而這些機車總數中呢 二行程的機車約佔了一百八十八萬輛 哇 這個二行程機車喔 這個我在節目中也常跟各位報告 它就是一個低效率 然後呢高污染排放 但是因為結構簡單造成很耐用 然後呢保養容易的一個交通運據 那這個我想應該大家都會接受這樣的觀念嘛 就是環保就是要付出代價 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要花錢 就要付出更多的錢 所以之前有些朋友在跟我聊的時候 那我就沒錢換車 我就覺得這個真是一個很值得大家來討論的問題了 那今天如果說真的要考慮金錢的因素 就不要再談環保這件事情 大家就毛起來這個污染環境吧 就是沒辦法嘛 那你今天要能夠排放的毒物比較低 那你就必須要有結構更複雜 故障率當然更高 價格也更高的電子噴射的四行程引擎 這是跑不掉的 那何況現在這個汽車在使用的 就是我剛才講電子噴射的四行程引擎 都還排放了不少的有毒物質 更不要說呢 沒有這些東西的機車 尤其是二行程機車 它先天它就是一個低成本 容易維護 容易維護就是低成本嘛 然後呢高污染 低效能的一個非常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是一個非常非常落伍的 一個這個內燃機的運據 那在今天大家整天在喊 喊而已啦 你真的做做得到嗎 做不到嘛對不對 要不然為什麼會到現在 全台灣依然有188萬輛的二行程機車 無法淘汰 所以這樣講不對嗎 就是喊就只會喊而已嘛 如果說今天真的 這個民意 真的是很重視這個事情 大家真的很在意環保 真的很在意我們的空氣品質 名氣很夠 名氣夠就會反映在民意代表身上 民意代表身上反映出來就會形成一個法令 但是沒有人願意對這件事情真正做出一個明確的明確的措施 那就是什麼這個蜻蜓點水式的 不持續性的 然後金額不這個不依的一些什麼鼓勵換車措施 光鼓勵夠嗎 當然不夠嘛 就等著大家開始就得肺癌啊 鼻子過敏啊 各種文明病啊 鼓勵咧 真的這個事情大家認為 是少數少數的人相對少數威脅到相對多數人的健康的話 直接強制禁止應該才是一個應該走的道路 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這個環保署空保處說呢 這個二行程機車相較於四行程機車 碳氫化合物的排放量約為18倍 就二行程比四行程多18倍 一氧化碳的排放呢 約為兩倍 而且呢 這個數據應該是指說 二行程機車跟四行程機車 這兩個引擎都在正常 正常調教的情況之下 這就是它原本就是這樣的一個倍數嘛 但是呢 我們是不是看到很多二行程機車 在路上 哇那個煙霧瀰漫喔 啊啊啊啊啊啊 後面一大一大飄煙 一台機車 然後就讓整條街都是它那個藍白色的煙喔 這種情景喔 你有什麼資格再去告訴人家說 我們很在意環保 我真的是完全無法想像這個情況喔 第一個就是那個車主 真是這個這個 完全沒有環保的一個意識喔 那二方面就是說 顯然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政府 我們這個公權力也 並沒有對這件事情 做什麼嚴格的管制嘛 所以我們才會四處可見 我剛剛講的這樣的一個情景 對不對 那今天 你這個我剛才講 二行程機車 它這個 所謂的噴河油啊 為什麼要噴河 它那個潤滑油喔 它就必須要混在汽油裡頭 去一起燃燒 所以它先天上 它就要有我剛剛講的 碳氫化合物排放為18倍 一氧化碳排放為兩倍等等的 那因為二行程機車它可能老舊了 然後呢 那個控制那個噴河比例的閥門也不好了 好等等的問題 它拿僅僅18倍兩倍而已啊 這大大高出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個排放的一個毒物的狀況 而且機車我們知道管制是非常非常鬆散的 這個機車定檢 倒檢率 約69.5%等於是七成 然後呢 其中四行程的倒檢率是73.69% 二行程機車的倒檢率只有 五十四點四八 你看這什麼狀況 就是 你有一半的車根本就沒有來檢驗嘛 對不對 那邊的倒檢也不會怎樣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目前是說 環保署說啦 今年會研議修法 強制機車未來都需接受排氣定檢 好等於說目前是沒有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什麼地方執行機車 機查 什麼寒巡查 藍查 藍檢 什麼什麼車牌辨識等 一共有八千五百三十二次 因為這個機查呢 有四百七十七萬輛車次 巴拉巴拉一堆的 但是重點是我剛才講的嘛 你搞半天 大家一樣每天看到 這麼多的這些汽機車 違規改裝的 這麼大聲的呼嘯而過的 大家 所有的路人喔 大家都面無表情 就默默的接受這樣的一個 非常 惡質的 不文明的 反社會 反文明的一個行為 沒有人講話 我也沒有聽到 有啦 就聽過一個上講內湖嘛 然後也做了 我真的認為 很不專業的一個處理啦 就也沒有人真的對這件事情 有提出很大的反彈 要求要強力的 好嚴格執法等等的 沒有嘛 所以現在就是看起來 要把這個車級未註銷的機車 都要進點定檢 並提高罰則 提高定檢成效 另外對於使用中的二行程機車呢 目前已經有高雄市 台北市等 因地質疑考量呢 實際污染特性 規劃設定 這個空氣的這個品質 乾淨區啦 可能要這個某些區域 要禁止 行駛二行程機車 哪個城市開始做這個事情 至少我旁得我個人 就一定給他很大的一個掌聲啦 因為當然我剛才講的東西 有些可能覺得 這個蠻理想 我也承認 有的時候是蠻理想的 但是如果 我也不在節目中 跟各位報告這個 我個人的構想 就是你區塊區塊的做 這個就是有象徵意義 但是呢 又不至於造成排山倒海的一個反彈 你今天某個區塊嘛 示範區嘛 對不對 你比如說 這隨便亂講 比如說台北市政府周邊 就從台北市政府開始嘛 周邊嘛 慢慢的擴大 新衣區 甚至從這個全省的一些國家風景區 一些景點 像我自己的idea 綠島啊 蘭嶼啊 這些地方 是先率先使用 對不對 你開發這個當地的特色 逐漸逐漸擴張到有一天 理想中啦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台灣 有一天能夠變成 根本看不到二行程機車的一個國家 或者說呢 有一天可以 你只要看到路上有很明顯的 這一種 這個這個 改裝排氣管 並並並並的 很快就會有執法人員 來把它攔檢開禁罰單 然後讓大家覺得這是有壓力的 不會去這麼胡亂的 自私的 這個 自己爽 然後讓別人很痛苦 的去自意的改裝自己的 這一些洗機車的排氣管 我非常期待能夠看到這一天啦 好 再來有一個 我想也是會讓很多人 會覺得 眼睛為之一亮的規定 這個要看清楚怎麼回事 就是說呢 這個 經濟部檢標準檢驗局 表示說呢 在去年的 12月16號呢 已經修訂了公佈 所謂 汽車用輪胎的國家標準 那裡面 增列了包括 轎車卡車及客車的 使用的輪胎的安裝 及使用期限規定 好 這重點來了 包括呢 超過了製造日期六年以上 好 我覺得這文法一定不太對 應該說製造日期 好 已經超過六年以上的新輪胎 就是說你從製造 然後呢 庫存放了六年 也就是說現在是2016嘛 那你如果是20 2010年生產了 但是一直庫存放著沒動 好 擺到16年以後 你就不得把這個輪子 裝到這個汽車上 也就是說呢 就是跟我們的食品有著什麼 這個安全期限 是有點類似的 你只要新胎已經生產了之後 超過六年 就不准再裝在車上了 OK 然後呢 並建議呢 輪胎使用期限 自製造日期起最長為十年 好 就是你製造之後 擺到六年以上就不能用 就要丟掉了 你裝上去就是基本上就是違規的 那如果說比如說你第三年裝的 第四年裝的 OK 那你這個輪子呢 如果是第四年裝的話 你頂多這一條胎只能用六 只能用六年 如果是第三年裝的話 這條胎頂多只能用七年 就這個意思 從出廠 好 到使用結束 就只有十年的壽命 那新胎的話呢 你如果放放放放放 一直沒有用喔 你放到超過六年以上 好 你就不能再裝上車子上 好 就是大概規定就是這個樣子了 那我想這個東西呢 對於這個所謂在做落地胎啊 或中骨胎的商家喔 我想這個規定對他們應該會有蠻大的一個影響啦 那當然有時候台灣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那如何去讓這一些這個那麼攸關安全的 一個重要的政策能夠有效的落實喔 那也是一樣啦 任何一個政策 尤其是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被有效管制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這種所謂無效管制的經濟規模 都到了一定的經濟規模 那你現在要開始要列入管制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段陣痛期跟過渡期 那如何的喔 讓這一些 呃 一些會被影響到的業者 但這個沒辦法 為了安全一定要漸漸的把他們 這個糾正回來喔 這應該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輔導等等的 那我們常看到就是有時候有一些某些啦 這個比較不孝的做這個做中股輪胎的這個商家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造假啊 這個刮儲啊 就刮儲那四馬那個製造年份的馬 刮儲你根本看不出他年份 那可能有時候老闆就跟你講 啊沒有啦 這幾東西這個那個進口的時候呢 為了要避稅啦 好這胎是國外買進來中股台避稅刮掉了 這個胎是OK的啊 你可能相信就裝了 好那甚至有更誇張的是 還聘請一些這個地下工廠 好講這些不孝的啦 並不是所有中股台的商家都是這樣 不是 有一些中股台OK嗎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新車買來對不對 搞不好新車一來一輪他就撥下來那也叫中股台啊 對不對 很新啊只想升級嗎 或是說更換尺寸撥下來那也是新胎嗎 好那但是有些不孝就是說 他可能我剛才講把它刮儲那個年份 然後用話術來讓你相信這不是很舊的胎 或者甚至有更有勝者 就是用這個加工的方式去篡改年份 好這個都是有聽說過的事情啦 那我覺得今天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出來之後呢 那沒有做這一些刮儲啊 或者是說呢變造的這一些中股車 不是中股輪胎的這些商家 至少他們會受到威脅就是年紀比較大的以前 如果說你請我願就可以裝嘛 你我只要沒有欺騙 沒錯啊這條胎已經六七年 但是你看太文然很深啊 好那你你新胎一條五千六千 我這一條賣你八百 那只要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沒有欺騙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違法的問題嘛 也沒有什麼詐欺的問題嘛 你願意就好嘛 那今天裝這一種很便宜的中股胎的車主 常常就是遇到爆胎 或遇到怎麼樣 也不太會去抱怨那個輪胎 因為你親我願嘛 你去買那五六千的那你就跳起來啦 爆胎就是就是廠商一定要負責保固啊 對不對告他都可以 你今天一條你就裝八百一千二 那真的怎麼樣 沒什麼好說的嘛對不對 只是說目前這個亂象 好為了安全的理由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國家社會進步表現的一個象徵嘛 我們認為安全是好為了安全 我們要多付一些成本 不允許你裝那很便宜的胎 不允許 雖然那個你親我願 但是法令上不允許你請我願 做這樣子的一個危險的動作 好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龐德齁 那麼我們待會7點是開放現場COIN的齁 聽到朋友如果說有一些什麼汽車相關的問題呢 想要在節目中討論的話 待會7點之後呢 要記得COIN進來 如果說你不幫你打他進來的話呢 你也可以到臉書 到臉書查詢龐德 應該很容易找得到我的粉絲專頁 替我按個讚 非常感謝你 然後呢把你的問題在裡面提出 好那剛才講這個輪胎的問題 但這些一項一項的規定 其實每一個規定都可能會增加民眾用車的一個成本 但是呢就像我剛才講的你要進步嘛 就是要秉除這種為了省錢 然後呢可能對自己的這個生命財產造成威脅 那以前反正你願意就好 也管不了那麼多 現在如果說大家整個的社會在提升的時候 文明提升的時候呢 越來越多的規定喔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喔 所以我們會發現很多人講台灣是最自由的地方 其實這句話不知道是包還是扁喔 因為到先進國家去看喔 什麼東西都規定的詳詳細細的喔 那為什麼這叫先進國家嗎 好那我們剛才講輪胎喔 你看又發生了一個因為用備胎 然後造成了一個事故 之前去年年底也報導過一個嘛 就是這個找他小狗啊什麼什麼的 搞到翻車喔 那這個也這個案子也是啊 環東大道南港往內湖方向 日前發生一起自撞護欄翻車意外 所幸呢這一位女駕駛喔 自行爬出車外並無大礙啊 那這個狀況是說呢 由於這台車輛喔 他的右後輪使用了較小尺寸的備胎 現在的車上如果是你有備胎的話 通常都是一個所謂應急用喔 讓你應付短距離的一個這個 讓你車輛能夠行駛用的喔 他輪胎會比你車上其他的 他的正常輪胎小上許多喔 包括他的胎寬喔 包括他的這個直徑都比較小 小的目的就是要讓他能夠減輕重量嘛 那你如果說這個備胎跟其他正常的胎一模一樣 那基本上你裝上去就照正常用就好了 但是呢因為減能減碳喔 所以盡量減輕重量嘛 那就用一個小尺寸的 那因為小尺寸之後呢 你就必須知道說他的功能跟正常輪胎 所以通常呢 這要依照每個車廠的規定 通常的規定是說呢 裝上這樣的一個應急用的小備胎之後呢 時速都是低於80公里 然後呢行駛的路途也不能超過80公里的距離 一般的規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這個裝了小尺寸的備胎之後呢 懷疑啊就是因為行駛呢 這一個環洞大道這個轉彎處的時候呢 又因為天雨路滑造成後輪的抓地力不足 造成這樣的一個失控翻車啊 其實這一個備胎的使用 現在很多車甚至不裝備胎 因為你不見得會自己裝嘛 對不對 那裝了備胎之後 這個雖然說規定是規定啊 那有一些車子他的這個備胎 或者補胎器啊 他會有一個操作SOP SOP其中有一個很有趣 會提供一個貼紙 這個貼紙呢就是告訴你 我剛剛講的 時速不得超過80公里 行駛距離不得超過80公里 這一個貼紙呢 它是一個警語 它要求你貼在你的方向盤上 就是說你現在裝備胎囉 你就貼一個貼紙在方向盤上 不斷的提醒你說 一定要依照這個規定 才不會造成危險 但是這個貼紙 對不對 第一個貼了你理不理它是一回事啊 二方面是 那你一定會貼嗎 你不見得會貼嗎 很多人啊我知道啦沒關係啦 就開了嘛 結果開開開開 感覺也差不多嘛 結果呢 一個不小心 就超過了這個使用的一個限制 那危險就來了 所以現在開始有些車場 它可能是用這個施壓續跑胎 那施壓續跑胎第一個 對你車子的懸吊 如果說你原車並不是設計 施壓續跑胎的話啦 對你的懸吊是有些壓力的 因為它的避震效果比較差 它胎幣比較厚嘛 那另外一方面這個的問題 也就是因為胎幣比較厚啦 它的乘坐感比較不舒服 會比較顛簸 那如果說這些你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其實裝施壓續跑胎 真的在安全性上是有幫助的 那有一些車 車廠呢它也不提供施壓續跑胎 因為貴嘛 然後有一些我剛才講的負面因素 但是它可能車上就提供了所謂的緊急補胎劑 這個緊急補胎劑呢 其實就是一個類似這個發泡樹脂啊 或者一些什麼這個快桿樹脂的一些概念啊 它可能是從這個加氣嘴的地方 把它灌入 就你要打氣嘛 車沒氣就要打氣嘛 那打氣的同時呢 透過它特殊的一個裝置 這就是緊急補胎劑的一個特殊的裝置 我有拍攝一個影片啊 近期應該會在我的頻道播出 就示範給大家看 那就是灌氣的過程當中 把這一個可以補胎功能 這一個樹脂藥劑 也順勢把它灌入到你的輪胎裡頭 那你這個輪胎在滾動的時候呢 它這個藥劑總就會在裡面流嘛 對不對流竄 那就總會流到你這一個被釘子扎到的這個位置 那就會有這個 不是說完整的 但是有相當程度的補胎效果 讓你一樣 一樣是 一樣是有所謂時速 跟駕駛距離的限制 但至少 至少啦 我想就不會有什麼 在這段期間呢 因為抓地力不足啊 造成失控啊 等等的這樣一些危險 所以這些東西 大家還是可以多多增加這方面的一個知識 還有一個規定是說呢 要試辦 機車族停紅燈的時候 如果路口的紅燈秒數啊 超過100秒 就要強制熄火 這個之前我們在節目中 跟各位報告過這樣的一個新聞嘛 就是這些汽機車的污染啊 大家知道在都市裡頭啊 因為都市其實像台北市其實沒有什麼工業了 但是呢 這個污染值還是很高 那污染就是 有非常非常高的比例呢 就是來自於汽機車的排放 而這些汽機車的排放呢 毒污最高的 那大家不用想了嘛 我剛才是說了嘛 二行程機車但是最重 然後呢 包括這一些大型的柴油車 這個大客車啊 遊覽車 這個貨車等等 使用柴油引擎的 它那個懸浮為力非常非常高 然後呢 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這個是柴油引擎都跑不掉的 等等等等這一些了 那這一些被污染者 最高的是誰呢 被污染者最高的就是機車騎士 污染值最高的也是機車 那被污染的苦煮 最高的呢 也是機車騎士 這大家不難想像嘛 對不對 因為機車騎士暴露在空氣當中 那你就在路上行駛 那反正路上所有的廢氣 你就是就吸進去了嘛 那如果說汽車的話呢 那至少透過空調 還有一定的隔絕 甚至現在的一些車子啊 它的這一些 濾網 空調的濾網 就是外部進氣 這個濾網 還有一些 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不僅說可以 過濾 一般的粉塵啊 還可以過濾PM2.5啊 然後甚至可以釋放這個負離子啊 還有活性碳 活性碳就是對這種 汽機車的懸浮為力的 這個隔絕效果很好啊 所以他們當然你在空 在空間內 就可以做更好的一個隔絕 那機車騎士呢 就是受最重最重的污染 尤其你看 這個像我常常去基隆路 跟永吉路那個路口 那是一個大路口 那個真的在上下班時間 那個機車在等紅的那個景象 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機車騎士 在這樣子的地方 路口停紅燈 你會吸入多少的一個 這個污染物 真的想了我就覺得很可怕 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 大家真的為了自己健康 講大一點就是說 能夠逃避掉這樣的環境 就逃避掉吧 但有時候旁的你講這不好啦 喔你說逃避逃避 那對嘛 那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只能鼓勵大家 想盡辦法 你說透過我們政府的 這個政策推動也好 但這很慢嘛 那你自己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過這樣的生活 你選擇要不要使用這樣的交通運具 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你說啊我上班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 大家彼此這個努力嘛 創造自己的生活環境 好啦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話題 好所以環保署現在是說呢 機車主停等紅燈時如果超過100秒 強制熄火 好當天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又來了 好這記者 可能就到路口去賭一些機車騎士啊 如果他們對這個看法 喔那這樣子喔 這樣不行啦 那我們那個熄火 發不起來怎麼辦 那不是很很麻煩 喔發不起來要推測怎麼辦 喔很麻煩 那我那個其中馬達會壞掉啊 那你要講這一些就 那就不要去談說什麼 什麼健康啊 什麼什麼污染 不要去講這一些 不要去講這種東西嘛 但是我就常講有時候媒體很可惡就是 我相信也有很多機車騎士贊成 沒錯 可能這個動作會造成電瓶 造成啟動馬達的一個維修負擔 但是為了環保為了更健康空氣 為了自己的這個生活品質 也願意配合 但是通常都不報導這個 就報導我剛剛講那些酸話 好我們休息了待會7點之後 我們開放現場call in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 汽車俱樂部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我們現在開始到8點了 我們這個小時時間是開放現場call in 的call in電話是0283693398 你可以針對今天所討論到的節目內容 提出更想法意見或不同的經驗 或者車子有任何的維修使用保障上 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也可以透過這個小時的空中修車場 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那像最近這一陣子氣溫都很低 那看氣象預報是接下來幾天 氣溫可能會更低啊 那有些朋友可能覺得說 我車子那個水溫好像很低啊 那這樣會不會不好 這個如果說你有這方面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提出來 如果說您不方便現在打完進來的話呢 也可以到我的臉書 這個打入龐德 找到我的粉絲團 替我按個讚 非常謝謝您 也可以把意見留在裡頭 那下禮拜呢其實龐德會出國 那出國的時候呢 臉書一方面我可能會把我看到 單跟汽車交通相關的 會在我臉書上跟各位做一個 郵寄型的一個報告 那當然也是有任何的問題想問我的話呢 這個我在臉書上都可以給各位做回應 好那我們開始接第一位 Coin的朋友是沈先生 哈囉你好 龐德先生 哈囉你好你好 是請講 你的知識很豐富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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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在臺灣 臺灣的車系 日本車系 韓國車系 歐洲車系 美國車系 嗯 各有不同的優點跟缺點 是 那麼每年可能會有一次或兩次的車展 是 所以大家都想換新車 但是一般年輕人都比較愛現 嗯 那都是像老爹老娘的申請補助 或是伸手牌搖錢買車 嗯嗯嗯 但是如果你能夠 因為你對新車 舊車都100%了解嘛 嗯 相信汽車廠商都會提供給你一些資料嘛 嗯嗯 那你也可以透過廣播 跟他要一點廣告費 來補充你的這個每個禮拜兩個小時的那個 那個廣播費用 同時也讓那些老人家 他不喜歡上網 他有的都不會上網 嗯 但是如果說你有介紹給他一些老人家 或年輕人 中年人 嗯 他想買哪一種車子 他也都有錢 買哪一種車子 嗯 每一種車子的性能介紹 嗯 都告訴他們 那你就功德無量 同樣到底你的收視率也會更高啦 OK 好好 就提供這個意見嘛 好好好 謝謝謝謝 那 其實這先講也很有意思啦 這個 但我想 主要的用意就是說呢 他覺得我節目中 如果能夠 做某些內容上的調整 能夠 更能夠符合某些 聽眾朋友心中所需要的 我想意思應該是這樣子啦 那當然 你說針對車子介紹也會啊 而且其中 其實我覺得啦 因為剛才您在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回顧 就是那麼多年來 其實我比較少在節目中 就是第一個小時節目中 內容說去針對 某一台車 去做他的介紹 我不太會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且這個東西 據我的了解 這個在我們的 這個廣播法規裡面 也不允許這樣做 必須要這個持平性的 一台一台去介紹 但是呢 在這個call-in的一個內容裡面 就常常會有聽眾朋友 就針對某一台車 是聽眾朋友問 這台車或那一台車 那我就會做對於 該車的一些介紹啦 或者是比較 好 那我也謝謝您的建議啊 至於您提到說 是不是年輕人買車 會跟父母親借款什麼什麼 這個部分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經濟的一個現象 這個倒不是我們節目中討論到的範疇 只是呢 我個人會比較傾向就是說呢 怎麼樣的車 適合怎麼樣經濟條件的車去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呢 我也蠻鼓勵年輕朋友喔 就是 其實買車 我個人覺得沒有想像中這麼難 好 只是你要或不要 好 那我跟 大家前面有講很多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對機車我是很擔心的喔 不論是污染 然後尤其是安全性的問題 非常非常嚴重 那有些人講啊 我買不起車啊 那其實我個人就覺得 照不盡然是這樣子啦 好 其實年輕人 如果說願意多花一點心思 可以這個 用比機車多不了多少的價錢 就可以弄個四輪來開開 好 那怎麼做呢 我想節目中也會做很多一個討論啊 包括這個翻新的中古車啊 好 包括呢 現在有一些這個新車 透過很多車廠的資金水位很高嘛 這個優惠 那個優惠喔 其實 嗯 除非你很挑 其實你可以買一個新車五六十萬的 好 那再透過這個各種的零利率啊 或優惠啊 其實 頭款也就沒幾萬塊 然後每個月花費不多 但是 如果啦 如果你覺得我 我不要買這麼爛的 我要買怎樣怎樣的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嘛 好不好 這個好 我們不繼續討論啦 我們先接下一位是 許先生哈囉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我是公車主齁齁 是 那我是公寓 我住公寓室的房子 是 那我公寓那邊 我發現我家舅那邊停放的機車就有兩部啊 可能差不多 因為我對機車那個CC數不清楚嘛 那反正都是小摩托車 是 那兩部摩托車都排出那個很多的那個排氣管啊 排出很多的那個 煙喔 就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藍白藍白 那就 那就肯定啦 肯定就是二行程的 我剛才講那種老舊二行程的機車 那我問他說 你這個檢查過了嗎 他說 都檢查過了 合格啊 心裡面就納悶說 這樣這個合格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是 就這問題 ok好好好 好謝謝 這個第一個啦 我其實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我剛才講的還是 活氣有點大 就是說 大家喊環抱 喊環抱 但是 還是很多人在做這樣的動作嘛 那該這位許先生我也覺得您 您很棒啊 就是說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民眾啊 當你看到這個冒煙冒很重的車的時候 我相信鮮少有人願意或說有勇氣去 去問 甚至指責說 你怎麼這樣子污染 我想沒有人會問 大家都裝作沒看見 因為我講了嘛 連警察都不管嘛 我問過警察 這個 你都不理我 ok 但是不見得他直全啊 就是說你願意問 我覺得你就已經很有勇氣了 因為搞不定他還比你兇耶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講另外話題 就是他為什麼告訴你他 他有驗過 但第二個有可能是他說謊吧 因為我剛才講了 這個二行程的倒驗率 我剛才手上有資料 才五成多 有一半的車子是沒有倒檢的 那二方面就是說呢 常常倒檢的時候 可能跟剛發動的時候有點落差 因為那種很古早的那種二行程很落伍 相對很不文明的落後機器 它完全沒有電子控制 它是靠什麼Qnew啊 那些東西 所以它也許在冷車的時候呢 它大量的排出非常非常高的毒氣 然後很重 那熱的時候也許好一點 那開去驗的時候呢 可能就 就OK嘛 就比較這個熱就相對低一點 然後再者就是說 因為目前呢 國內的這一種驗車法規 其實對環保來說 也是相對落伍的 就是說你這個車 如果說你是20年前的車 那你去驗車 今天是2016年了喔 你去驗車的時候呢 還是依照當時你領牌的時候 當時的法規來驗 那就是要 這個一定相對寬鬆嘛 汽車也是一樣啊 你看現在很多二三十年的車 也在驗啊 驗會過為什麼會過 那你觸媒轉化器 為什麼會過 因為 就依照你當時領牌的年份喔 來做驗車 所以這個也是 我要再期待我們的新國會喔 大家名氣喔 要能夠 把這個部分我認為要修整 有很多什麼老爺車出來抗議 你抗議嘛 你去抗嘛 有多少人開老爺車 相對 這個大家很在乎健康的民眾 絕對是少數嘛 喔什麼回憶啊 年輕的回憶 你就回憶嘛 你不能因為你自己的年輕回憶 然後製造污染去污染其他 我不認為那回憶很重要的 但是我認為健康重要的民眾嘛 那第三個可能性就是剛才講這位Case齁 就是這個我在節目中也常說啦 但我不能說一竿子打翻整船人啊 這個驗車有太多太多這個有心不孝的廠商啊 在做驗車的動作 那我們看到 尤其機車店我想是 就更為明顯了 因為你說民間的汽車的代檢廠 有一些他就專門在做代檢廠 但是呢機車的這個檢驗民間代檢廠 據我的觀察到了 都是機車行嘛 擺一台機器 那可能有透過怎麼樣的申請的機制 就在那邊驗嘛 那這個又更是會落入 我之前常常在呼籲的就是說呢 用經營生意的角度 來從事管制排放 或者是監理管制的一個動作 這結構上就有非常非常大的缺陷 這個不出問題才奇怪 沒出問題 那真是真是奇蹟啊 那今天對不對 老闆跟我很熟啊 沒過了 趕快處理一下 那當然我們不能說所有的 這個這個老闆都會做昧著良心的事 但是就是難免啊 就有一些老闆就會對不對 用某個撇步讓你過 或者我剛才講這一種二行程機車啊 大家應該有印象 我講這所謂的Cableta 跟這一種電子噴射系統的一個最大的差異 其中一點呢 在維修的時候常講 就是這種機械式是可以轉的 它可以調的 但電子的你一調它就完蛋了嘛 就不能調嘛 那你看這個機車好 本來不會過 啊 就轉轉轉轉轉 老闆很熱心的 我剛才講的 驗車兼做生意嘛 轉轉轉轉轉轉 那過囉 欸過就過了 但是過了之後 車很沒力的啊 或感覺不會順啊 怎麼辦 那反正 就這樣轉到給你過嘛 那過了之後呢再轉回去啊 所以驗的時候可能18倍而已啊 然後呢驗完之後再轉到變成100倍上路嘛 那我這個數字不見得精準啊 就是這個意思啊 好吧 我們下一位是楊先生 哈囉你好 龐德哥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我問你想請教一下 我這幾次的保養 那意思是跟我說我的電瓶比較 比較舊 那無法回充 那容易造成我的發電器比較會會熱 那就是他建議我是把電瓶換掉 但是我是想說我的 我的車子還是發動的時候還是很好發 那我支持還沒有更換 我想要聽龐德哥的電章 那你這個電瓶已經用多久了 有沒有登記 大概五六年都沒有換 五六年了齁 我想你還是換了吧 這樣 好不好 OK好你這樣可以先掛掉 我解釋給您聽齁 對是是是 就是說其實平均啊 平均一般這一種所謂的免保養電池 現在幾乎免保養電池嘛 大概平均的使用期限約莫就是三年啦 當然說實在 在我們節目進行這十多年的這個時光裡面齁 大家call in裡面 我所我記得印象中最多的 我曾經聽過有時候用九年啦 他也沒換過電瓶的齁 那真的很厲害齁 那只能說他運氣好啦 那這位朋友現在車廠會告訴你 因為一般車廠他們是 如果他有幫你測 他就檢驗 有個檢驗器嘛 他可以去測你這個電瓶的效能如何如何 那天氣冷的時候效能更是差 那現在天氣冷嘛 那你說我發動好好的啊 我可不可以不要換 其實我倒不認為說 對你的發電機造成 但理論上會有點影響 但我不見得 我不認為會真的說 這發電機就會受命 我不認為這個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而是說呢 你的電瓶用了五六年現在還在用 其實他的效能應該就剩比這30%40% 只是說呢 你的車子你也是車可能保養的不錯喔 包括那其中馬達的引擎各方面 狀況都很好 車子沒有漏電 所以呢 即使說電瓶在一個只有 百分之三四十的一個效能的情況之下 你依然不影響行車性能嘛 但是極可能已經在一個臨界點 他只是還堪用 那你今天如果說 比如說過兩天氣溫如果掉到10度 我假設了齁 那可能10度的時候 欸 某天早上哭 就沒換了 因為你到臨界點 就差那一點點就沒過了嘛 或者說 因為春節想到這個和歡山已經下雪了嘛 對不對 還沒爬到和歡山 爬到半山腰就沒電了 因為你電瓶已經到臨界點 在平常這個 我們才十七八度 或市區行駛還沒事 到一個相對某個環境下 可能就不行了 那五六年我認為你也用夠本了啦 我覺得還是換了吧 而且我相信呢 你電瓶換了之後 你會覺得車子呢 會有感覺到比較好開 這會有差別的 好 我們就下一位是這個楊先生嗎 你好 欸 你好你好請講 我是吳先生 吳先生不好意思 吳先生是 我的車子是宣傳的齁 後面兩輪的防塵套說破裂了 那我想 什麼東西的防塵套 避震器的防塵套 我想了解說 為什麼會破裂 什麼機制下會破裂 對車子會有什麼影響 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人是跟我建議說 要換原廠的話 或者換那個 一般什麼不是原廠的 價格是差兩倍 為什麼會有這麼差 正常跟不是正常的 品質上會有這麼差 什麼都是什麼原因 謝謝 謝謝 這個 Centra就屬於 屬於這個 一般的國產車 那國產車呢 我之前也跟各位報告過 在這種避震器的更換上 有一些 台灣的這些 一些保養廠的習慣的 操作的方式 就是說 當你今天 不管說你是這個 避震器的上座壞了也好 你的避震器統身 壞了漏油也好 甚至說是彈簧軟掉了 這些車子會有點垮下去也好 都是單一組件嘛 但總成就是 我剛才上述這幾個組件 組起來變一個總成 那照理說 我上座壞就換上座啊 我統身壞就換統身啊 但是呢 國內一般這個 操作方式 就是針對這個部位 通常都跟車主建議說 就換總成 因為呢 總成件的價格也不高 那你今天如果說 要換單獨件的話 會增加保養廠的 這個施工的 這個這個時間嘛 他要拆分解啊 什麼什麼的麻煩 所以這部分 常常也是會有一個爭議啦 只不過在這無限的失誤 您的問題並不在這裡齁 您的問題是說呢 這個防塵套破裂齁 那顯然是車廠告訴你說 你這個後壁震器 有防塵套破裂的現象 那他可能就建議你更換 那您應該也問到說呢 原廠件跟總成件 我的猜測啦 應該就是 因為這種車通常就會這樣處理齁 可能就是保養廠告訴你說 那防塵套破囉 那就建議你把後 後壁震器的總 這個總成啊 整支換掉 左右兩支都換掉 那可能一報價 這個價格我不是很清楚啦 我隨便講 比如說一邊兩千塊好了 好了兩邊 兩邊要換 那壁震器換一對是對的啦 換一對四千塊 那也可能告訴你 那副廠的 一邊只要八百 兩邊就一千六 這數字是我隨便講的啦 我是舉例 好 那現在可能造成今天這樣的疑惑啦 那我現在跟你報告就是說 因你的敘述呢 我的判斷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說 避震器的防塵套 它是避免那個避震器的內心啊 就亮亮那個 從裡面會跑出來 又跑進去那個內心 它如果說有灰塵 甚至說這個輪圈 有什麼水啊 泥巴啊 什麼波漸到那一個 那個內心啊 會造成磨損 磨損之後會漏油 所以才會在這個 這個內心的外圍呢 套上一個這個防塵套 但是呢 防塵套破掉或者甚至脫離啊 它是不是就會造成避震器 有立即性的功能性的影響 或是說對避震器 會有立即性的損傷 其實是不會的 那當然這個 你說這個損傷的時間 可能還依照 可能還依照呢 你的行駛的環境 比如說 你的行駛環境 根本就 你雨天是不太開車的 我就舉例啦 或者說你都在都會區 都是相對環境很乾淨的地方 或者說你是里程數很低的車子 其實防塵到破 到你真的因為防塵套破 造成避震器的內心會磨損漏油 可能是兩年三年以後的事情 那在這兩年三年內 它那個避震器破裂 跟你的避震器本身的性能 根本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 所以你有沒有必要去換 這個應該要這個部分 先跟你的這個保養廠討論 如果說今天他只是看到你的避震 這個避震器的防塵套破了 但是並沒有發現到你的避震器的桶生 有漏油的情況 或者說有這個阻尼不夠的情況 如果是沒有的 只是單純說避震器這個防塵套破了 要你更換總成 我個人認為這是有溝通不足的一個情況 你他應該跟你講我剛才講這一段 那如果你覺得好啊 那我還是換那就換吧沒問題 但如果說他甚至暗示你說這樣造成會有危險啊 避震器已經功能不足啊 我認為這樣就有一點講太超過了啦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你可能要更確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如果你願意更換 那就換總成件的話呢 其實原廠跟所謂的副廠的OEM品質喔 我認為差別並不是這麼大啦 由於在一般這種國產的這種通用通勤車上 我覺得要是我是您的話啦 因為New Central有一個年紀了齁 呃我想我會裝一般的副廠件的總成件 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不好我們休息一下待會繼續接COIN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我們還有半個小時時間呢 依然是開放現場COIN的COIN電話是 0283693398 如果說您不幫你打電話進來的話呢 也可以透過臉書去留言齁 你可以輸入龐德應該找到我的粉絲團齁 那替我按個讚齁 非常感謝您 那龐德呢 下週仍在國外齁 如果說親友朋友也一樣齁 要提出任何問題的話呢 在我的粉絲團發言齁 我隨時都看得到 那我也會在這個國外呢 會去看一些這個汽車的展示啊 或博物館啊等等 然後或者我看到一些值得跟各位分享的故事齁 會在我的龐德的粉絲團裡頭 工作溫度好像不太一樣 嗯 就是賓士大概在90度左右 是 那BMW的那個中間溫度大概在120 嗯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兩者的差別 是 那第二個問題是 所謂胎壓自動偵測的原理到底是什麼 是 那第三個問題是 因為它是19吋的輪胎 那 感覺上乘坐感比較不舒服 是 那我有一個美國的朋友在開M3 他跟我說 呃其實他換了18吋的 然後扁平比比較高了以後 他覺得不管舒適性跟乘坐性 嗯 甚至操控抓地他覺得都比較好 比較好 對 他覺得因為美國聽說有一派的人認為說 嗯 比較 比較大的輪圈跟比較低的別名比 可能只是外觀上的問題 嗯 對 有這樣的講法 那我想聽聽您的意見 就這三個問題 就這三個問題 好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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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好好 先掛掉謝謝 好第一個就是您提到說 這個您所開過的賓士 跟BMW呢 他的工作溫度是有一些落差了 這部分其實也沒有什麼說 哪個是正確或不正確 因為這個工作溫度呢 是跟他引擎設計的原始觀念是有關聯的 就是說你今天使用的材質 比如說你送鑄鐵的 你送鋁合金的 那甚至呢鋁合金的合了哪些東西 每個車廠有它自己不同的一個做法 那包括你的氣門 你的氣門呢 它內部是有沒有灌入這個鈉來散熱 或說你的這個波斯片 裡面它的這個膨脹系數 活塞環的膨脹系數如何 每個車廠都不一樣 我也跟各位介紹過說 為什麼工作溫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就舉一個例就好了 比如說活塞 活塞大家都知道是圓的嘛 但其實你真的去用這個這個儀器去丈量的時候 它並不是一個增圓 氣缸是增圓的 它是唐層增圓 但是活塞不是增圓的 它是有一點點些微的橢圓 為什麼橢圓呢 大家都聽過縮缸嘛對不對 大家以前年輕的氣門我說 縮缸縮起來對不對 什麼叫縮缸 縮缸就是你活塞 你整個溫度過熱的時候膨脹 膨脹之後呢 膨脹到氣缸都受不了 那間隙都被它吃掉了 咬住 那就是縮缸嘛對不對 那所以說你這個活塞一定會跟隨的溫度 做這個膨脹的動作啊 那為了避免這個有縮缸的情形 一般的這個活塞都會做 有一點點輕微的橢圓 它讓你膨脹之後呢 才漸漸的進入一個增圓 那那個增圓的最圓的時候 就是在它最理想的工作溫度 所以冷測的時候為什麼效率不好 就是一方面既有阻力大 二方面這個 你的活塞也還沒達到增圓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你只要確認說 你的儀表板所秀出來的工作溫度 它是在正常範圍 我覺得哪怕是80度或130度 只要它是正常的工作水溫 它是你這個車這個品牌的 廠商規定的正常水溫 我覺得就不用擔心 那那為什麼 你說你之前開的冰石90度 這120度我剛才講的 它引擎的設計 包括它的工作 它的燃燒 它的材質 甚至是否渦輪增壓等等 它有這樣的一個setup 那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問題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只要確認 你這個是在 你這個車的正常工作水溫就可以了 第二個你提到說 胎壓偵測器怎麼偵測的 這大概有幾種不同的做法 一般這種高級車呢 也就是它原廠就已經有 胎壓偵測器的車呢 通常的做法是透過 如果車上內建的ABS ABS 它的這個轉速 你可以發現說 你的車它的胎壓偵測 可能並沒有顯示說 四個輪子單獨的一個胎壓值是沒有的 它可能就是 當它偵測到你有某一輪啊 胎壓不夠的時候呢 它是亮一個胎壓偵測的警告燈 但是它可能也沒有告訴你是哪一輪 那當然也沒有秀出說 四個輪子或那一個疑似呢 胎壓不足那一輪是哪一輪 它可能沒有告訴你 那這是用怎麼原理呢 就是你 因為你這個車子它原廠就是私家序跑胎嘛 所以當它輪子呢 洩氣的時候它不會完全扁掉 但是一定會扁一些 那扁一些之後呢 那個輪一定會距離地面的距離比較近嘛 因為它 它橡膠軟掉了嘛 會往下掉嘛 壓扁 壓扁之後你的那一輪的這個那個輪圈 甚至那一側的車身高度都會有點降低 好也就是說呢 你輪子的這個轉動的直徑變小 但是你行駛的前後的距離是相同的啊 所以它這一輪呢 的直徑比其他三輪的直徑來的小 所以在行駛同樣的距離的時候呢 你這一輪的圈數一定比其他三輪來得高 所以當它電腦感應到 因為ABS就是四個輪軸上都有一個轉速感應器嘛 它隨時都在偵測你四個輪值的轉速 它偵測到你轉速偏高 那就會判定說你有某一輪它的這個胎壓是過低 所以造成它直徑變短 好所以秀出一個警告燈 那你說為什麼那麼不精準不告訴我哪一輪 不告訴我胎壓數值 因為這種車通常設計它就是有胎壓偵測器 不是有那個施壓續跑胎 你也不會造成立即的危險 那你就去尋求這個廠家這輪胎行 他們當然用眼睛看也好 用這個氣壓表一量就知道是哪一輪泄氣了 它的原理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一般如果是原廠沒有配備施壓續跑胎跟胎壓偵測器 那你是事後安裝的話 那就是現在很多汽車百貨店在賣的 就是你到輪胎行去把這個輪胎撥下來 然後在汽嘴的內側安裝上感應器 它就會透過這個無線射屏啊 或者藍牙等等的啦 它就透過無線的方式傳導到車內 會要另外外加一個這個顯示器嘛 Display 那就可以看到說你現在四顆輪子 它個別的胎壓是多少 所以有某種角度來看 這種aftermarket裝的好像還比你的原廠的更好 因為它直接告訴你每一輪單輪的胎壓 即時的告訴你是多少多少 然後你滾動的時候它才開始偵測 你停下來之後它就停止偵測 其實那個做的蠻不錯的啦 好再來第三個問題 其實這個我覺得有討論的空間啦 因為您說你的車你覺得比較顛簸嘛 那19吋那當然基本上你的輪圈的寸數越高 然後當你的扁頻率又低的情況之下 好等於說你橡膠 輪胎橡膠嘛 它是可以吸震嘛 它相對它吃的百分比越少 當然車就比較顛簸 那照理說呢 車子在設計車子的時候 除非你是改裝 比如說原廠17吋你改19吋那一定顛簸了 但如果說原廠它給你就19吋的時候 它應該在避震器的設計 跟這個彈簧的設計上都考量到這一點 也就是說原廠認為 你現在你認為的不舒適的程度 就是至少原廠設計的工程師 他認為這樣是很OK的 那現在等於說你反而要透過你認為 比較舒適的方式去改變它原來的設計 好那你第一個你應該提到的做法是說 把19吋變成18吋 那理論上來講 一想就知道嘛 你變18吋 那在這個車子輪胎的高度不變的情況之下 輪胎一定變厚嘛 那輪胎變厚乘坐性一定比較舒適 這是這是沒什麼好說的 那第二個您說美國一派說法說 輪框輪圈變比較小 扁頻率給它加大也就是輪胎增厚 操控性會增加 我認為Overall來講應該不是 但是針對某些操控的內容上 有增加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輪胎在側傾的時候有些變形度啊 或Type軟硬的問題 但是你以針對整體的操控性來講 你越是輪胎薄的 扁頻率低的輪胎 越能夠忠實呈現你輪胎的這個懸吊系統的一個定位集合 我想這個應該是不變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你變19吋改18吋 舒適性會變好這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操控性會不會不減反針喔 這部分我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啦 給您參考看看好不好 好我們就下一位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你好你好請講 我有個問題就是我的醫療板 他會他跑一跑他有時候會有一個叫故障嘛 我是不是到汽車修理廠他說那個是故障嘛 然後他用電腦去偵測 他說那個叫做進氣門的溫度感應 他說那個沒有關係是這樣嗎 進氣溫度感應 他說沒關係喔 他說是進氣的溫度感應 溫度感應 那個故障嘛 他有時候齁 他長的是像好像類似水龍頭 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類似水龍頭那一種形狀 水龍頭啊 有一點像水龍頭 但是他不是像機油那種水龍頭 他是前後頭有一個好像阻攔的東西 那個形狀 他說那個叫故障嘛 他用電腦去診斷 他說是進氣溫度感應 他說那個沒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 好好我了解了 謝謝齁 其實我想你亮的那一個應該是黃色的燈 然後是應該是engine check 一般我們所謂的引擎故障燈 但是engine check他裡面的內容很多很多嘛 所以你才必須要 當他亮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去這個保養廠 去接診斷電腦去判讀說 他這個engine check 背後的精準的錯誤馬達是哪一個 那你剛才說被判讀出來是進氣溫度感應器故障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 嗯 你說他沒關係 這個這個也並不盡然啦 因為如果沒關係 那幹嘛要這個感應器呢 那這個進氣溫度感應器 它的功能跟它壞的時候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進個廣告之後先回答這位朋友 車俱樂部 那麼還有最後十分鐘的時間 一直在開放現場扣應的扣應 扣應是0283693398 好那剛才這位朋友提到就是 聽了敘述 我想就是engine check 燈亮啦 那你去判讀之後呢 你說這個車廠告訴你是 進氣溫度的感應器壞掉了 那個我不是很了解為什麼不換啦 因為但我剛才忘了問你是什麼車 就是進氣溫度感應器通常並不是很貴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不換喔 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知道進氣 我們剛才前面不是在講那個 福斯的那個要召回啊 有個地方就是改這個進氣測的東西啊 那是據他們說呢 是說呢能夠提高這個流量劑的感應的精準度啦 等等的齁 就是在進氣的過程中 第一個是要測量說進氣的量有多少嘛 對不對 你解氣法一開吸氣 吸多少你要知道嘛 因為你要知道有多少的氣 你才知道該噴多少的油去跟它混合 混成說14.3 或者現在大概就是13-14比1啦 這個各個車廠大概不太一樣 就約莫13-14比1 13是空氣 1是那個汽油嘛 他這樣比例去混合 所以我如果說我量不準 那當然噴的量 那就不會是一個最理想的一個油氣混合的比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吸氣進來的時候呢 有一些車子是流量劑裡面也會附帶的增加一個進氣溫度感應器 這可能就是一個溫控電阻嘛對不對 那有一些呢是單獨一顆 它就是一個進氣溫度感應器 它可能裝在這個進氣氣管上 或者在進氣道上 那你的進氣溫度是多少 它也會透過呢它的感應器告訴電腦說 目前吸到空氣是32度 目前吸到是18度 那你說進氣溫度重不重要 當然也重要啊 要不然幹嘛要感應呢 就是說你今天呢 在這個我剛才講這個混合比啊 混合比的這個濃或者是蛋 進氣溫度的高低也是其中一個參數 然後另外更重要參數就是說呢 它這個會用溫度的高低去有一個比例 去算出來說呢 你的含氧量可能的高低 因為這個我們在改車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那個吸氣啊 改一個什麼什麼香菇頭啊 或者說什麼什麼吸氣隔絕板啊 弄來弄去的 就是要吸到更冷的空氣 而不是吸到引擎室的熱空氣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冷的空氣相對它的含氧量的密度 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你今天吸進來空氣 是密度高密度低 我只能靠溫度去判斷嘛 那你當你的含氧量高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比較前進一點的 點火正式讓它輸出比較好 當它呢感應到你溫度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含氧量比較低的 那我們可能就要點火正式退一點 讓你效率低一些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你這個 進氣溫度器壞掉的時候 那通常車這個電腦裡面做法是 當它感應到故障 但是告訴你故障嘛 那通常呢它就會強制 讓你這個引擎進入一個比較溫和的 比較效率低的一個工作模式 就是點火正式不會調那麼前面 所以你開起來還好啊 也很順沒怎樣啊 那其實你車子應該相對 也許你沒有感覺啦 相對一定比較沒力一點 一定比較耗油一點 只是那個程度有多大的問題 你可能沒有感覺到 所以說那該不該換 我認為當然是該換的齁 才會讓你的引擎呢 比較能夠恢復到一個 正常的一個效率水平啦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像這一種 很多的一些故障嘛 有時候像你亮黃燈的時候呢 你就可能覺得不是很在意 因為黃燈表示沒有緊急的急迫性嘛 但是呢那對於長時間來講 對你引擎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啦 比如說我剛才前面講的這一個 這個水溫的問題有沒有 現在大家可能都會發現說天氣冷了嘛 怎麼水溫表顯示著這個水溫喔 都比夏天的時候低了蠻多的 甚至呢如果說你高速公路 比如說林口下坡 你長下坡的時候 哇那低到非常低 可能少了一格啊 甚至已經跟那個藍區有點接近了 那有時候人會有點擔心啊 所以現在很多新款的車子 他直接不給水溫表 他直接就是只有警告燈 當他過熱的時候他警告你 只要沒有過熱 他基本上不警告的 是不是 因為比較不怕冷 但是怕熱嘛 但是冷也不能過於冷 前兩週我在辦那個 龐德的粉絲見面會的時候呢 當天喔那一輪參加朋友應該有注意到 有一位這個這個 schwer 有一位這個這個有點繞腮胡 這這都白色的這個白髮 的一位問獎前輩齁齁齁 他那天在我們進行這個阿車見證的時候 就滿場追著我跑齁因為我很忙 我不是說要避 path 我不但問 replace 我都很樂意回答 只是我很忙 但是他就一直追著我看我空檔 他就問我 但其實就問同一個問題 他繞著一個問題在問我這件事情 他手上就拿著一顆這個水龜 我相信他是一個問獎大哥 拿了一個水龜 然後就跟我解釋說 他的水龜他自己DIY 他鑽了四個孔洞 鑽了四個洞 那鑽了四個洞的目的是什麼呢 那據他當時就是拼拼斷斷跟我講 我把他大概堆疊起來 就是說呢 他當時因為夏天的時候很熱嘛 很熱 所以呢 他覺得車子溫度很高 那這個水龜呢 他說他換過了 換過他覺得溫度還是高 他多高我沒有聽得清 他說他認為高就對了 他的索性呢 自己把這個水龜拿來 水龜壞的意思是說 他該打開你不會開 沒有開的話水不會過 沒有循環但溫度就高 那他說換新的表示新的一定會開啊 但會開的話 他問認為溫度還是不夠高 等於說 水龜的全開 他認為還不夠開就對了 好 用這個意思 所以呢他在水龜的那個 本身的那個結構上 他打了四個洞 讓你這個水龜不管開也好 沒開也好 除了水龜本身的這個流通的面積之外 還還多了那四個孔洞 他就覺得很好 但是呢現在到冬天糟糕 溫度變變很 就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